早上烤了土司,所以今天我打算做韩式厚蛋三明治 首先把土司切大概2寸厚 然后中间切一刀,不要切断 我想吃有蒜香味的土司,所以准备蒜末 切切切切切切切 把蒜末加入融化过的黄油里 加盐 胡椒 欧芹碎 还有糖调味 再弄一个黑胡椒杏鲍菇 把杏鲍菇切成条 切一片姜 把午餐肉切片 把午餐肉切片 大碗里打入3颗鸡蛋 加入牛奶搅拌均匀 加入牛奶茶 然后些盐 再调个酸奶酱 酸奶和沙拉酱以1比例调和 把刚才调好的蒜味黄油抹在吐司表面 水沸后下姜片和杏鲍菇 烫软就可以捞起啦 加入黑胡椒酱 蚝油调味 胡椒煎至凉面金黄 然后再煎午餐肉 锅里加一小块黄油 把蛋液用小火炒至不流动的状态 加点黑胡椒调味 把酸奶酱抹在吐司内层 加入午餐肉 再加一片起司 把刚刚炒好的后蛋也加进去 哦,还有黑胡椒杏鲍菇也要加进去 对啦,就是想吃什么放什么的概念 最后再挤一点番茄酱做装饰 颜值超级高的后蛋三明治 自己在家也能做 想吃什么就放什么 一口咬下去 满足啊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有任何疑问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拜拜